接著焦點回到國內 2001年創刊的臺灣一週刊 宣布將於本月底要結束影韻了 2001年5月創刊號 一週刊以當時總統陳水扁女兒 陳信瑜的私生活作為封面 創下高銷售記錄 正式將狗仔文化帶入臺灣 除了名人八卦隱私 同時也揭發弊案 記錄片蘋果的滋味 在創刊十多年後 採訪創辦人黎智英 他當時強調無懼詮釋 有時候你不想得罪的人 你得罪了 以後可能有後果 但是這個是做傳媒 你一定要承擔的一個責任 長年研究一傳媒的 臺大教授王太利指出 一週刊 週三初刊 2001年起長達十年 當天電視晚間新聞頭條 多為週刊封面故事 名人非名人隱私 皆在人前曝光 主導臺灣議題走向 一週刊進行臺灣對臺灣媒體 最大的影響就是 臺灣的電視新聞 或者是一般的新聞 正式進入了所謂八卦媒體的年代 王太利指出 除了山色星 一週刊的獨家揭壁新聞 從李登輝總統的國安秘障 到陳水扁 林毅市等人弊案 不分藍綠 撼動政壇 2018年停止止止本發行 朝網路媒體發展 屢次傳出將退出臺灣市場 2020年2月20號 一週刊發出聲明 確定將於2月29號結束營運 上午社長已召集員工宣布 台北市勞動局尚未收到 一週刊申請大量解雇計劃 資方依法在提出計劃10天內 要與勞方協商 若無法達成協議 主管機關才會介入 而當年顛覆臺灣媒體生態 風光上市的紙媒 如今在百家争鳴的網路世界 黯然吹起席燈號 記者有你們陳信龍 台北報導 警告